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力发展促进会 Hallelujah 欢迎来到动漫我要听 这个月没有电波点唱机 被骗到了 4月1号愚人节 让我们用点唱机陪伴你 说个谎也可以让人感动的哭 一起来听听 4月是你的谎言里的音乐故事吧 4月第一周的电波点唱机 居然碰到了愚人节 其实我身旁没有礼民 我们不会为你朗读 也不会为你播放哦 晚安 我不是嘎嘎 隐藏着动漫能量的听众啊 你的主人雷雷拜托你 快点来点播哦 一闪一闪亮晶晶 点播解放你的心 大家好 我才是雷雷啦 声音不太一样 很不合群 我从来不乱讲话 好啦好啦 这个难得碰到了愚人节 大家来讲讲反话 稍微应景一下咯 其实我想想 问一下大家 今天有没有玩什么整人的游戏啊 像我们现在就在整人 下个礼拜就可以揭晓谜谊 或者是今天告白成功了吗 虽然今天是愚人节 但是听众的点播理由 还是一样 发自真心的哦 赶快来看看我们第一位听众的点播吧 首先今天也是小鹰的生日哦 不重要 讲一下都不行 好啦好啦 第一位是忙到爆肝的双红管 老高一和和和的点播 他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吹响吧 上帝音号的片头曲 Dream Solist 嗯 他说因为本身是管乐人 所以对吹响吧 上帝音号这部作品非常有构名 常常会有 啊 好像我们乐团哦 的感觉 刮胡笑 之所以会想点播 是想替自己现在所属的管乐团 加油打气 本来曾经想过要不要就此从管乐来隐退 但因为有了他们 我才不再犹豫 管乐是最温馨的家啦 刮胡牛 最后他还在后面呐喊说 我爱管乐 管乐psycho 我爱动漫我要听 动漫psycho 哇 这么样暖心理由 拿到愚人节来播出 好像怪怪的 但是真的很替呵呵呵开心 能够在自己所喜欢的事物当中 找到好伙伴还有归属感 相信这会是你向前迈进的动力哦 对啊 而且和和和还在备注栏写道 以前国中时代最喜欢动漫我要听了 但是因为广播APP坏掉 所以就中断了好久 几个月前好不容易又可以听了 真的超幸福啦 超爱动漫我要听的 话说3月7号就要管乐比赛了耶 不知有没有那个荣幸 可以获得李明们的加持QQ 感觉我太晚投稿了 我好气 广播APP坏掉不要紧 也可以网络收听哦 快去我们的粉丝页找网址哦 没错 虽然你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但是不管结果的好坏 有一群一起努力的好伙伴 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你能够继续 在你所爱的管乐上面 发光发热 现在就来听听这首 Dream Solaster 接下来这位听众的点播 诶 这个永伯得先澄清一下哦 这绝对是宝贝宝正的哦 不是我永伯私心的哟 这位幸运的听众就是迷途猫 他要点播的歌曲就是 广播剧 英龙葬的主题曲 棉水 迷途猫说 当初被推坑英龙葬时 只是想看看第一届的金赏 写得如何 一开始我真的觉得 这本书不是很好读 但是读着读着 就渐渐开始佩服起 九元老师的说故事能力 到了最后 更是整个人都被草叛深深吸引 虽然 虽然 这个虽然到底是什么 虽然 嗯 虽然我很想告诉听众 到底是哪件事 虽然了啦 但是 这样会泄露很重要的剧情 真的不能说 只能请有兴趣的朋友 去找小说来看哦 当然也可以找广播剧来听啦 非常的推荐 哎呦 嘎嘎你到底是在绕口令 还是怎么样 一直虽然来虽然去的 对 真的不能讲 会爆雷 而且 英龙葬里面 还有其他的迷人之处哦 迷途猫在备注栏也有提到这一点 我看看哦 迷途猫在备注提到 有阵子我以为曹判是 直到看到第二次后才注意到 描写服饰特点后才 原来西城喜欢这一位的 还有大捏的声音 我可以 刮号被抓走 这 这 原来如此 我从没想过 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银龙葬啊 老实招来 你不是雷雷吧 你到底是谁 你其实是大捏 穿着雷雷的外皮是不是 没有啦 永伯 其实这是大捏交代 我要来个 画龙点睛 这陈宇是这样用的吗 是 因为他被听众点名 很害羞 但又很想发厨 才拜托我啦 所以大捏到底塞了多少红包给你 不可以讲 不可以讲 好了好了 很开心听到我们过去 用心制作的作品 到今天仍然有听众喜欢 非常谢谢迷途猫的点播 马上就来欣赏这首 来自广播剧 鹰龙葬的主题曲 棉水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甜儿的点播 她想点播的是 我也很喜欢的 Amy所演唱的歌曲 来自动画 Fate Stay Night UBW的第二首OP Brave Shine 虽然大家好像讲到Fate 都会比较先想到Calafeena 不过我觉得Amy的表现 也很有她的味道 而且我爱这首歌 甜儿的点播里有写到 我从小学就开始看动漫 最喜欢Fate Stay Night 什么 Fate是你小学的作品 竟然小学就看Fate 这样好吗 然后她说 当初从里面学到了很多英文 如今上了大学 看了更多的Fate系列作 觉得这真的是一部很精彩的作品 Fate的设定很吸引人 角色之间的纠缠关系 也的确很精彩 可是 看Fate居然还可以学到英文 我当初看的时候 到底都在干嘛 我 我也很怀疑你当时到底都在干嘛 我好坏 而且啊 接下来才是投稿的重点哦 甜儿说 希望将这首歌献给正在准备 医师国考的男友 只要她听到这首歌 就会知道是我点给她的 哎哟 好闪哦 对啊 她说 祝她面对考卷时 有闪耀的勇气 好闪哦 如果下周播到的话 就是国考的前一天了 也祝所有考医师 牙医师国考的学长姐们 顺利通过 但是有点可惜哦 我们播出这集的时候 考试应该结束了 但是不管结果如何 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很好的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意 一定有成为你男朋友的勇气哦 很闪的勇气 我看不到稿子了 然后啊 最后最后 甜儿还在备注的地方写说 今天才发现 居然有这样关于ACGM的电台 真的是非常高兴 从国小就开始边听电台边读书的我 一直都很喜欢听电台的音乐 如今发掘播动漫的电台 当然会从现在起 每周都准时收听哦 耶 真的非常谢谢你的支持 每个礼拜六晚上 除了收听节目之外 也别忘了到我们的 FB粉丝专业的实况讨论串 跟大家聊聊天 分享心得哦 嗯 现在我们就带着被闪瞎的双眼 好惨哦 来听听这首由艾美所演唱的 Brave Shine 好 在开始下一位的点播之前 接棒的李明打声招呼吧 在无尽的黑夜里 让歌曲传到你的心情吧 晚安 我是杨子 一曲帅真的热情 可以点燃暗夜中的孤寂 安安 我是卡鲁 接下来 今年初的原画展很可惜没能参与到 但看着别人的report 得知风仓老师最近身体似乎好多了 既安心又高兴 谢谢风仓老师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 嗯 我跟清夜一样啊 都超级期待最游记 因为这部呢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作品 当时周末都会跟着表姐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观赏 虽然长大后重看觉得 嗯 这部好像在各方面都不太适合给小孩子看 不过我自己当时只是单纯觉得里面的人物很帅啦 嗯 是啦 因为最游记里面的四个主角都是用西游记的人物名字 嗯 我当时看到那个玄奘三藏就想说 怎么会那么帅 这么暴躁 还拿枪 这是哪位哪来的金发和尚 和尚的形象不是这样的吧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雾镜跟八戒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让人遐想的对话跟行为 看的观众们真是心花朵朵开呢 可可可 卡路 你冷静一点 不要再喝了 好不好 好 单看名字的话会以为醉油记是改编自西游记 因为两者的日文发音是一样的 而且主角们的名字也都是取自西游记 但其实啊 醉油记只是沿用了名字 故事内容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大家也可以期待着七月醉油记 Reload Blast的动画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歌曲 请听来自醉油记的OP1 For Real 最后一位被永博拔杯拔中的听众 登登登登 就是妈妈的粉丝妈妈饭 在大内的大力传教之下 连本博都知道妈妈就是 声优工业针手的女称了 你一定就是工业针手的粉丝对不对 她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动画《歌之王子殿下》的OP 由工业针手所演唱的Shine 这位麻木犯说 2月11、12号两天是工业针手 首次海外演唱会 地点还是台湾 无法参加的我想要听麻木的声音啊 期待下次的演唱会能够参加QQ 麻木的犯我懂你 因为我也是麻木的犯啊 而且这次演唱会也是没趣啊 你的手不要那么激动 对你等一下把我麦克风打坏了 所以这是不是你自己点播的啊 当然不是 你很恶心哦 其实就是吧 不是啊 好啦说到这一次麻木的演唱会 票真的是瞬间被秒杀 我的铺浪河道上面有超级多求票文的 就是求别人让票的那个动态啦 瞬间庆幸还好我没有加速这一次的战局 不过这场演唱会在日本国内有转播 后来台湾跟香港也宣布会转播 突然觉得也蛮有趣的啦 在台湾办的演唱会 在台湾还开转播 这也可以说明麻木的人气有多高吧 而且呢 这次第二天的演唱会 麻木还哭热 他说第一次到台湾开演唱会 看到有这么多歌迷支持他 而且还大合唱 让他非常感动 没关系麻木 就算你已经是有一个小孩的人夫了 我还是会继续支持你的 真的人夫属性让麻木又多了一个魅力点 等一下 这句话为什么是安排我来讲 有点奇怪吧 麻木的饭 喂 对不起 你们两个在自嗨 对不起 不要影响我美妙的声音 好啦麻木的饭 你看害我也讲不清楚 他在备注也写到 喜欢麻木的歌声跟爽朗的个性 本博这样听着也觉得 公野真首真的是一个会唱歌 个性也很直率的人哦 也希望公野真首之后可以再来台湾开演唱会 看看我旁边的杨子都已经快哭晕在一旁了 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好啦 单元的最后 也欢迎大家持续到我们的FB粉丝页的关于 找到电波点唱机的投稿表单 来分享你的心情点滴哦 嗯 要有正式发行的CD版权歌曲才可以哦 请听由公野真首演唱的 虾影 你怎么没有哭着讲 一定要吗